四五歲的時候就用樹枝在地上畫畫 鄉間的動物大概都在他的底下 19歲就在國家級的美術館做出展覽 33歲也得到中華民國清商總會所頒花的海外傑出華裔青年 40歲就入選日本美術年間的首席 也是外國的第一個人 這些成就都相當不容易 副總統賴清德從4歲開始一路介紹旅日交彩畫家姚須登的生平 回為30年再度回到台灣舉辦各展 這次帶來67幅近期畫作獲得各界藝文界高度讚賞 擅長交彩畫的姚須登老師 不認識動物花朵生態 在他的畫筆下充滿空氣感令人驚艷 我們祝福姚須登老師的畫展順利成功圓圓滿滿 請乾杯 包括副總統賴清德資深藝人白嘉莉 與新光三月董事長吳東升共同舉杯 為姚須登老師開幕酒會祝福 現場灌溉雲集 賴清德一行人也走訪畫展 細細欣賞大師獨到精湛的交彩技法 我是很榮幸 30年前我就認得姚老師 有這個榮幸 第一場的展覽也是在新光三月 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那時候我也參與 因為我在文化總會工作的關係 沒想到30年之後 我接任了新光三月董事長 第一個公開的大活動 也是來參加我們姚老師的這個開幕 所以這個不僅是有緣 而且是特別的榮幸 睽違30年再度回到台灣舉辦個展 姚須登不但獲得日本藝文界高度肯定 構圖精進飽滿 多幅120號的大型作品 大器營造畫布上的氣勢 畫作主題豐富有趣 畫布上的仙客 老鷹、天鵝到銳虎及飛行鳥獸 筆觸生動清晰 當今傳奇 姚須登各展 即使起在台北新光三月A9館 展出到5月22號 歡迎喜愛藝術創作的民眾踴躍參觀 記者聲明輪再幫報道